她是中国好声音最年轻的总冠军 好声音夺冠后被张艺谋看中 演唱一秒钟的推广曲 在线追星原雅为 李健成为偶像的朋友 她就是单依纯 两年前作为李健粉丝 参与录制了综艺《我想和你唱》 清亮的嗓音让台下跑神的韩红 瞬间抬起了头 盯着正在演唱的单依纯 但欣赏归欣赏 韩红发现了她的音准有问题 知道自己能力不足的单依纯 回家就告诉妈妈她想学唱歌 然而学艺术是一个很烧钱的事情 为了满足女儿的兴趣 单依纯的妈妈借了五万 让她去学唱歌 上了大学的单依纯 想分担家里的困难 听了老师的建议 去参加中国好声音 这个18岁的小姑娘 却成了大魔王们都害怕的存在 李健说她是好声音 九年来排得上前三的选手 谢霆锋说她是今年 有望夺冠的不二人选 顶着天赋型选手光环的她 毛选时却只获得了 两位导师的转身 其中一个就是自己的偶像李健 从粉丝到李健的得意门生 单依纯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但一夜爆红 却给这个18岁的姑娘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有人觉得她做作演戏 有人觉得她真情流露 好声音比赛时 不管淘汰的选手会不会哭 单依纯的眼泪都一定会倒 但没想到就是因为哭 她在演唱给电影人的情书时 情绪失控 哽咽的唱不出声 也因为这次失误 有着不败神话支撑的 单依纯只拿到了第三名的成绩 但她却迎火得福 张艺谋看了这段表演 被她的真情流露所打动 邀请她为自己的电影 一秒钟现场 唱的仍旧是这首 给电影人的情书 颠覆使然 单依纯的敏感和脆弱 总能让她唱出 不属于自己年龄的沧桑 在比赛中演唱Forever Young时 像一个老者用歌声 诉说自己的经历 一曲唱罢 谢霆锋说她是一个 奇怪的老灵魂 李健也在她还没夺冠时就说出 你很快就会红了 我觉得我已经赶到了 同时也劝告她 音乐的路很长 好好念书 不要辜负大家对她的喜爱 这是一个前辈的忠告 选秀歌手花期太短 这样的天赋 不该被流量消耗 于是夺冠后的单依纯 签约里见朋友的公司 选择继续学习和沉淀 这个挑不出毛病来怎么办 能让丁泰生夸张的歌手不多 单依纯就是其中一个 参加天赐的声音 和自己的偶像袁雅维合作 不仅追星成功 还被偶像当面花 我觉得就是 这是我近两年 听到最好的声音 连一向独生的丁泰生 都说他们俩的表演 完全挑不出毛病 胡彦斌说她是 非常会唱的女歌手 第一期节目 和胡彦斌合作的 不必在乎我是谁 唯唯到来的抒情歌 本来就是单依纯的强项 不出意外 他们拿下了第一期的情趣 然而看似娇热的单依纯 却选择了挑战自己 不擅长的摇滚曲风 这也是观众们第一次 看到单依纯在舞台上 有的笑容和着急 她想证明自己 不是只擅长一种风格 但不得不说 单依纯面对胡彦斌改编后的 根本不是我对手 逐渐显露出了皮态 她突破了自我 也暴露了短板 张绍涵委婉地指出 不要太在意唱法 要让听众感受到歌曲中的力量 就像歌手毛不一 维持着自己留声倾诉的风格 不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获得了成绩和知名度 对单依纯来说 突破舒适区不是当务之急 稳扎稳打地走好 未来的每一步 才是现在最重要的 对视不对人 做有态度的考古专家